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方面的目标是与俄罗斯建立稳定而可预测的关系 美方的议题 要求他停止干预什么什么大选啦 什么等等啊 包括Cyber Security 就是那个这个互联网的安全啦 普京是说目标是要明确阐述俄罗斯的红线 我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然后俄罗斯的议题说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 修复这个伊核协议重启中东和谈等等 其实你看哈 这个如果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我如果做一个第三者一个观察者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 哎呀我不想用交易这个词 这可以很多互动了嘛 对不对 咱们互相还有另外一个战略目标 咱们两个可以互动了 对不对 这叫下棋 好了同时我们看看 Financial Times 英国金融时报和香港明报 还有香港人都报道说 香港明报是说美俄峰会啊具有建设性 普京在占拜登老链 哇这次不祝拜登身体健康了 今年上半年拜登说普京是个killer 是个杀手 然后这边普京说祝你身体健康 这个祝你身体健康可不是说我们祝的身体健康 别想着 在老拜啪的一下摔了一下以后说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呢据说啊昨天两个人在私下 还为这个事互相互动了一下 怎么互动不太清楚 然后普京说 拜登说有关这个杀手的问题 普京表示很理解 反正我是看了中文的 我在英文当中还没看到 我不知道这个表达对不对 普京怎么能够理解说 你说我是杀手 我表示很理解 然后拜登要不要说你祝我身体健康 我已经接受到了 好吧 香港明报今天还有一个报道说CNN 报道说防止普京抢风头 美国聚联合记者会 然后两个人是分别举行记者会 香港当中报说普京 同样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光是按照怕普京抢风头 因为两人实在没有共同的话题 到时候鸡同鸭讲 两人别在现场炒起来打起来 那就麻烦了 打起来老拜一定不是普京对手 普京的相扑队员 开玩笑 大公报报道说挥钱施压 美国俄罗斯军队在夏威夷附近演习 美国航母开始戒备等等 然后其他媒体也有相同的报道说 美国政府官员说 美国担心俄罗斯将北极军事化 确实现在议题很多 各自都有各自的上限和下限 所谓的上限就是我要扩展的对方 我要扩展的上限 底线就是我要守住的底线 我绝不能让你来逾越的底线 好了我们来看看中国官方 环球网环球时报报道说 普拜会本身就是成果 但不容更多幻想 那个意思 这说了很多了 意思见就是说明了一些问题 但是具体的成果 大家就不要去幻想了 这里面有很多可权可定的地方 好同时我们参考Politico 美国的政治杂志和法国国际网部电台 都报道说 制衡中国美国国防部 考虑在太平洋组建 尝试的海军特战特遣部队 Task force to counter China 同时香港信报说 美国议员呼吁制定一个管制清单 防止新兴技术出口中国 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美国人越来越小架子气了 你发现吧 这国家已经不像个大国 已经没有大国的风范了 这跟人一样 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 他心儿特别小 人在走上坡路的时候 心胸很宽宝 这个国家也是一样的 有点小炸气气 当年美国不是这样子的 开玩笑 是吧 好同时我们看路途社 路途社和香港01报道说 美国财长耶伦说 为了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从或某种程度上 与中国脱钩 你看那是方方面面的 从技术到军事到政治到财政到贸易 都是如此 香港明报和台湾中央社有个报道说 美国准亚太的助理国务卿说 中国是最大的定源政治考验 将智力取胜 所以呢 有关中美俄三方的这个 预标互动第三部 我给大家讲啊 到底怎么看 一方面呢我们也不用 我们也不用小家自己 任何国家的双边会谈 我们都乐观其成 对不对 我们至少与我们无关 但是如果说要剑止中国 那就一定要小心 好同时香港新报你看说的啊 这个中美欲望相争啊 普京愚人得利 当然也不能这样想我们俄罗斯朋友 对不对 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好兄弟 好朋友 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们不是说了吗 我们不是盟友 甚是盟友 也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军事同盟啊 我们说我们不是军事同盟 但是甚是军事同盟 然后普京六月十四号 接受美国NBC 就是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报导 这个记者采访 为了中国的问题 还与美国的记者唇枪说箭 大家有没有看 这个 这个 然后那个美国记者说 你们对于你们西部边界 西方军力扩张怎么这么敏感 中国在你们东部边界军力扩张 你们这么不敏感 普京说 喂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是我们的朋友吗 对不对 然后中国有多少核武器 你们有多少核武器 然后那个美国记者还傻呵呵的 还把核武器的蛋头的数目爆出来 然后普京说你看 中国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威胁呢 所以去采访普京啊 不是一般的记者能采访的 到处都是坑 他做特工处生啊 给记者挖坑 一般是记者给领导人挖坑 对不对 这个美国记者算了 我要查老板炒鱿鱼 开玩笑 好了 《环球时报》 美国媒体报道说 太空成为中国关系升温的一个自然的延伸 这就是这个神州 然后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我们不但跟美国搞太空合作 我们还要跟中国搞太空合作 这话说的 左边是中国 右边是美国啊 对不对 这兄弟俩 一个马小弟 一个是特朗普的弟 然后中国明显下调 对欧对英的投资 然后智库 联合早报也用智库说 双边关系紧张 中国对欧投资创十年行低 不过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呢 还是要高度重视啊 这个我一再说了 这个中美欧俄 未来是四方鼎立的关系 不是三种鼎立 三种鼎立 已经解决不了未来二三十年的 到本市立中业的世界格局了 关键这个中欧美 中美欧俄 这四方 到底是正方形的 还是长方形的 对不对 正方形的 就说明每个边都是一样长 长方形的 必然有两条是长边 有两条是短边 所以这个事儿 我已经说了很久了 就是没时间给大家汇报 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中文网报道说 欧盟 欧盟主委会副主席表示 欧盟必须做好与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准备 韩国国防部长也线上出现东盟的一个国大 这个扩大的一个防长会议 同时观察者和那个 诶这是啥媒体啊 justiceinformation.net 说比利时议员又开始提什么涉疆了 什么种族灭绝了 这个外交部所以决定对其实行制裁 现在谁提种族制裁 我们就制裁谁 而种族灭绝我们就制裁谁 这胡说八道 你要知道这个七国峰会结束以后 七国发了一个声明 英国周围东道族发了一个声明 白宫也发了一个声明 白宫虽然对中国是充满攻击 但是里面没有用新疆种族灭绝这个词 白宫都不用了 你这个比利时某个议员这不是瞎胡闹吗 开玩笑 香港明报 薰昂利国会通过捐官地兼复旦大学的分校 这个事儿还是闹了一阵了啊 好了中国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这个按照香港人的报道说 美国处阿联酋弃用华为设备否则巨脉战机 中国说不容第三方出来干预 中国时报和新报报道说 拜登开第一枪 发布反恐战略 制定了三大四大战略本土反恐 911马上要来了啊 三个月都不到了啊 这个20年了 这个真快 但是造成911的很多的 由于经济失去失衡而导致的全球文明秩序的失衡 一点都没有消除 在20年 然后又加上了地缘战略冲突 在20年又是科技革命 又是方心未挨 所以矛盾比20年前更加复杂了 同时香港啊 我们看看财经方面的消息啊 这个香港新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美国联盟处局啊提前说提前紧缩 料2023年才会加加息 新冠呢 肆虐一年多了 纽约加州全面解封 最近美国的疫情稍微好一点了啊 这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疫苗有点关系 新华网和澎湃新闻社报道说 泰国计划在一百二十千年全面开放迎接游客 我这个台全面我你开玩笑啊 目前还确诊病例破二十万 一百二十天是几个月啊 这个然后要开了 看看朝鲜方面的消息啊 好久没听 最近听说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正恩同志瘦了 瘦了 这个韩国情报机关 韩国兄弟很关心 金正恩同志的身体情况说 哎呀瘦了瘦了瘦了 然后到底瘦是什么 如果是减肥那是好事 如果是身体有病 那肯定是不好的事啊 这个当然反过来 对韩国人来说 这好和不好正好是反过来 所以韩联社报道说 金正恩主持劳动党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粮食问题 金正恩要求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我们看看拜登 亲八人前美国副国务卿霍提名担任驻以色列的大使 最近昨天老拜估计现在大概回去了 回去以后马上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召集以色列的新领导人开会 开玩笑 我在日内晚 你们俩都是我的后院 一个中东一个俄罗斯 虽然不是地理上的后院 但是战略上的后院 你们两个不能给我起火 我要全力对付中国 我在那把老普正在给他搞定的时候 你们昨天早上以色列新政府下令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发动攻击 这不是开玩笑吗 前五月二十一号刚刚停火 前面刚刚打了十一天 老拜不知道做了多少秘密外交 才把以色列和哈马斯给搞定 说你们兄弟俩别闹了 我现在忙得很 我要对付中国 现在以色列新上去个政府 然后一下又给他后院起火 所以老拜 哎呀我真是担心老拜的身体啊 鲁哈尼要卸任了 不一定卸任啊 反正这个伊朗要大选了嘛 所以现在Financial Times这个报道说 金融时报报道说 鲁哈尼的八年啊 作为总统啊 马上要结束了 with legacy of broken promises 他做了很多的许诺 这次所有的许诺 大部分都没有兑现 于是成为他的一个政治遗产 这话也说的蛮有趣味性的 然后信报说卡拉底略宣布 宣称当选秘录总统 比尔林的财统啊 这个柏林报寺啊 这个报道说这个柏林的左翼分子 与警察发生街头的激战 哇 现在左翼的抗议活动在欧洲一起很少很少有的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小时候开始学德语的时候啊 那时候看到的都是欧洲的左翼啊 我到了欧洲的时候三十多年之前到了欧洲的时候 还经历了欧洲的红色旅 德国的红色旅 还把一个银行家给打死了 不是银行家 把那个托管局的头给打死了 就在那个欧洲人的不是别墅吗 都是大玻璃窗吗 哎他洗完澡啊 那时候没手机看报纸 然后报纸 砰的一枪给打死了 这是最后一次 1991年最后一次的恐怖袭击 现在是右翼起来的时候 没想到左翼 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左翼和右翼出来啊 都在世界的根本出了问题 他只不过用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用右翼的 右翼是关门的 躲进小楼成一桶 所以你现在都是保护主义 左翼是向外的 哎呀我们要解放全世界人民啊 解放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其实回过头来一想 我们自己比人家还穷 这就是当年啊 这个当年 好了同时我们看看路透社报道说印尼 警告这个有一个群岛地震之后啊 存在发生余震和海啸的一个风险 同时呢 三星显示工会宣布下周期 开始陆续罢工 同时长春 嗓灯消下 长春点亮四十万米平方米的一个灯海 超过一百个彩灯船人 降星打造 好从昨天这周开始 我们大家一直都关心两个事儿 一个是美欧峰会 另外一个是咱们自己的事儿 神舟十二 神舟十二终于在今天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成功升空 今天早上一大早 这个我来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北京啊 这个人民都在家道欢送啊 我们的香港新岛日报的报道说是神舟三雄 神舟三雄 所以我们看看啊 这个人民日报说 这个任务已经圆满发射成功了 然后神舟三雄啊 然后人民报还说向着空间站出发 所以这次这个神舟十二和神舟十一相比隔了五年 这个五年我们在历经图治 对不对在技术上做了很多 所以这次要建空间站了 空间站以前我们只知道是美国啦俄罗斯啦 现在中国也要建空间站 这是个了不起的突破啊 另外刚才跟大家讲这个2003年第一次啊 神舟五号第一次中国第一人杨立伟 其实中国的神舟一号开始是无人 就没有人的 就没有人的 是1979年就开始了 所以中国的发射宇宙飞传22年的历史啊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香港经济报报道说 中国经济的数据啊 选于预期啊 复苏带巩固 上个月工业增产值同比啊 增长8.8% 香港文汇报报报道说 所以这个 Words Journal就是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报道说 中国将投放工业金属国家储备 遏制大众商品的一个涨价的一个趋势 明报报道说 中国投放库存呢 同价跌了4% 香港经济报还报道说 先富到共富百年新阶段 再过两个星期不到啊 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来临了 这也是中国 本世纪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 就中共建党百年啊 所以这几天大家都已经看到氛围都已经起来了 那么这个香港经济报也解读得非常好 说百年新阶段 这个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来的时候 从于早期的先富要到现在的共富 因为早期电话评改革开放嘛 摸着石头过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说过去了 现在不能再试探了 这个也不能先富了 要共富 《人民日报》和《大公报》都有个报道说 世界第七中国第四大水电站 叫乌东德水电站全部基础投产发电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一百年 第一个百年要来临了啊 这个想想一百年前 最近文方威是驻法国的记者 都在法国进行采访 当年中共起源地之一是法国 当然这个最主要在上海嘛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起源地之一在法国 所以就是在 我们看看多国政要学者圣战中国 在香港《文汇报》报道说 治国理政成就举世主 学术研讨会梳理百年发展的一层 昨天上午有一个中共产党 与这个一国两制的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认同新世代作为贡献全球治理 这个全球治理这说得非常好 现在其实刚才我说的右翼啊左翼啊 无论是左翼出现还是右翼出现 它的表现方式不同 其实就是这世界本身出的问题 世界本身出的问题就是提供解决方案 Solution 所以其实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 还是现在全球化 尤其新冠疫情遇到的那些那么大的问题 中国提供的解决方案举世逐步 好香港电台《核心网》报道说 香港国安法实施新一年长效显著 这个同时我们再看看香港由于国安法 现在这个联合网报道说 这个香港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 《苹果日报》总编辑五人警戒早上被捕 同时这个最后一章 雅虎和那个《经济日报》报道说 这个说港交所拥有独特的优势 连接中外 此时此刻说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事先国安法一周年了 其实整个的香港的经济形势 根本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不但没有变化 而且反而变得更好了 中央说报 好 中央说报 分公司直起了一个资产 同时这个淘宝遭入侵 超过两年 十二亿用户资料被盗窃 中国统计就说 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 对啊 今年这个我了解到 现在外面企业招工很难啊 所以这个问题要详细的考察一下 这到底是中国经济好了呢 还是年轻人都躺平了呢 还是企业 反正各种各样问题啊 现在是 这个香港人也有句话说 有人没工作 有人说有工没人做 好 中国新闻网还报道说 中国电竞用户 今年预计达4.25万亿 加速出海 成为必要的一个选择 同时呢 环节时报报道说 现在课外辅导啊 教育部成立机构 整顿校外培训啊 同时日经中文网报道说 台湾超过百分之四十的 IT企业的营收开始下降 澳门在台办人处 6月19号暂停运作 广东最后告诉你 首先本土灵感了 终于灵感了 你看这就是啊 文化和体制的 这个南非非深圳的一般 三十二个确诊 所以现在外防输入 还是不可松懈 好 休息一下 完了 告诉你 美俄峰会 美俄峰会 已经结束了十二个多小时了 估计现在两个 两个元首分别在回组的飞机上了 先看看路透社报道说 路透社说 拜登拜普首次峰会成果胜微 双方均表示会谈务实 但并不友好 然后呢 南华早报也相同的报道 所以到了我今天点评的部分 这是美俄在跳探戈 跳探戈 为什么会和全球瞩目 几个 第一个呢 峰会之前 双方恶言现象 我以前就一直说了 既然要骂就不要见 既然要贱不要骂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水很深 第二个呢 在峰会当中呢 双方是有战有批 但是氛围还大致良好 但第三个呢 就是峰会之后 未来三国美中美欧如何微妙的互动 这才是让我们关注的焦点 这个刚才我说 从理论上说 每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 我们都乐观其成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这一次呢 美方有美方的议成 俄方有俄方的议成 美方是我们的对手 俄方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朋友见面 我们当然也乐观其成 但是与此同时 双方各有议成 所以峰会之后 这种微妙的互动 才更令人关注 好了 以后有时间 再给大家接着聊